立法院三读通过地方制度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五都内的原住民行政区恢复公法人的地位 区长及区民代表可以透过选举产生 不过如果再依照现行的地质法第五条的规定 直辖市设直辖市议会市内的区设区公所 里设里办公处 也就是说如果桃园县升格直辖市 就没有代表会的组织 所以原本桃园县各乡镇市的代表会将会消失 这让原本地质法第33条保障县市中 乡镇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1500人以上者 可选出平地原住民正市民代表名额的规定 升格直辖市后就不适用了 有族人担忧 没有基层代表 未来寻求协助有困难 升格以后要找一员以上的 我们就比较更困难 对地方的事情 我们要诉求的也可能比较不容易 民意代表丧失了他们参政的权利之后 我想未来的市议员 他们服务量的增加 造成他们的负担 未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大西这名代表说 一旦升格 实习的平地原住民代表也将消失 都会趋原住民人口比例越来越多 失去参政权 失去基层民意代表的服务 市议员的服务少了基层民意代表协助 只是会更增加负担 对此提出希望可以在一个区 选出一个原住民里长 打破这样的一个 里跟里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区的概念 是不是 另外可以在各行政区里面 在设置或者在增设我们 原住民里的这个里长的部分 应该先要听听 原住民需要些什么 他们想要做怎么做 学者认为原住民事务 立法改来改去 总是没有办法周全的保障原住民权益 认为欠缺听取原住民的声音 而攸关台湾选举政策的机关中选会 也有学者认为应该要保障一名原住民身份的委员 来为原住民权利制度把关 因为很多国家的选举都一定会在这个中选会的委员里面 委员会里面去讨论 那原住民选举从这个村里长到中央都有原住民的这个选举 那自然应该在这个中选委员里面 应该要有这个原住民的委员来做保障 国家依据宪法征修条文的精神 必须保障原住民族的参政权 但这次地制法修法 却未将居住在直辖市平地原住民纳入思考 确实有违宪法保障原住民参政的权益 但若要再度修法 恐怕旷日废时 桃园居民希望可以有配套措施 记者Mulas 56桃园大西采访报道